大大的还是小的 大长头 多少千斤 100元 100元 现在是110元 大家好 我是阿华 现在在重庆 去找一个肥肠 肥肠在一个桥下面 看看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了 卖肥肠的 一瓶肥肠 终于找到了 同学的肥肠是出名了 肯定非常好吃 咱们每天就卤制一锅卖完就拉倒了 两锅 买两锅 买那的锅都在那里 今天卖两锅 每天两锅 这个可以放 有一个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几点呢 刚刚在卖完就收摊吗 卖完收摊几点钟开始呢 九点九点九点钟开始 好卖完就拉倒了 到吃要走来呀 我切切 你要喝点 这个人买这个 没有多少块 没有多少块 刚才那个里面看到别人买了六斤走了 买六斤 六斤 六斤就六百多块啊 六百多块 他把钱打过来随时都可以了 他买了一个多少 一千块 买一千块钱的 我买一千块可以了 他把他把钱转给你随时来拿货都可以了 随便拿一条都没有没有油的 都没有油啊都摘干了油的哈 没有 这一勺三块钱 这一勺三块钱 碗都蒸好了 蒸好了就是放这个汤里吃好吃一点 就加料的话就加在里面 热鸭好吃是吧 加热就可以吃了 你们运气好 我们就是赶紧先来的 也是就没有了 好 给我们选两条 好的 选两条 大的这个 哇 最大的 好 需要这个大长头 这个是长头 长头 我们喜欢吃 长头 啊 这一条不要吗 那一条好一点 这一条不要 这一条不要吗 要这一条 哎呀 这一样啊 哦 要 嗯 这个好吃 这个大长头 这个现在怎么卖的 啊 一百零五块钱 现在便宜了一点 一百零五块钱 这个一百三十块钱 再一半嘛 再一半 好 赶一半 再一半 买一桶好一点 啊 一百零九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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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吃 长头肯定好吃 吃了多少年了 是吧 是 就是四点的 他们就在这儿做吗 在这儿做 我给你们加一点黄豆吗 好 加一点黄豆 加一点黄豆 正好 三块钱黄豆一百零七 一百一 算了吗 算了吗 不要钱了 好好好 就送一下黄豆 好的 送一条黄豆 真好 这一条 好的 好的 干净都不得了 干净都不得了 嗯 学生也最一干净的 为啥 从今最大就是为啥 来喽 这什么黄的啊 这个 哎 这黄黄是什么呀 黄黄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锅料嘛 这个是别人的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的啊 别人定了三百块钱 这个大的 你看嘛 全是大的 他要的 哦 他喜欢吃这种大的啊 大的花生啊 嗯 加黄豆 黄豆 加点汤 汤 汤 吃面条好吃啊 哦 吃面条好吃是吧 这套卖哪 还是多的 每天上午卖 上午卖 啊 我们只能上午 你要丢货的话 下午来取货啊 也可以的 也可以是吧 哎 我要先约定了 哎 可以 一百点九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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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再搅两块 没有没有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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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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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次来多买一点 好那下次来多买一点这是这个汤做面条啊地摊里边卖最好的飞肠那一家 这个肥肠我们是在网上看的呃九牛二五之力终于找到那个店了这个桥底下 他家的肥肠是一百零五一斤 他家的肥肠呢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呢他的油全是摘干净的啊没馋口的味道啊 嗯香 有很多人说这个肥肠 把油摘干净了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脏气味之不好吃了 在卖 看这肥肠啊 中族重庆的肥肠我是最爱吃的每次来都要吃的肥肠 这家地下的做的确实处做了二十多年 麻辣味 他这个豆子是送我们的 我们买了一块大肠有个肥肠 我再尝一个大肠头啊 大肠头也是把油摘干净的啊 看到也是也是也是没有油的啊 吃肥肠还是吃这种啊